由澳門護老者協會主辦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協辦之 樂活同行 2023長者生活用品及庫具展覽會 3月11日舉行開幕儀式 澳門護老者協會會長林彥妮 澳門中聯辦社會工作部 社區處四級調研員胡錫 社會工作局 社會護助廳廳長 蔡少園等出席主禮 首先護老者協會 其實都算是在澳門 倡導大家去關注護老者這個角色 我們也會繼續堅持 將這件事不斷帶出來 因為現在社會上 老齡化的年齡 大家已經知道嚴重性 但其實我們護老者的年紀 都相對是提高的 所以我們怎樣去吸引一些 新的年輕人去當護老者 這個角色都是重要 再加上我們一向都提出 就是護老者不只是家人 要照顧家裡的長者 作為護老者 應該是全民的 就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階層人士 都可以當護老者 在我們過去一年的個案裏面 除了家人之外 有些是在鄰里上面 有些鄰居上面 都是可以作為一個幫助 鄰居家人作為護老者 我們很希望堅持 加強去宣傳這個點 試次展覽會有近80個展位 展會有六大展區 包括保健及食品區 護老咨詢及長者服務區 生活用品區 富具區 綜合區 以及本屆新設的致味病區 而致味病區是為了推廣預防疾病 這次檢測的專題 都是針對腦部 例如失智症這方面 因為剛剛過了疫情 對於長生觀 我們都會在這方面 跟他做一個檢測 其實任何年齡層都應該關注 可以這麼說 所以我們會將致味病這個範圍 逐漸會推廣開去 因為在今次的展覽 是第一次 未來我們都會陸續 透過一些平台 將致味病這個信息 會再宣傳出去